清晨 机动车行踪诡异 深夜 异常声响 惊醒了熟睡的人 金电 贵重视频不翼而飞 追踪 即待侦破的案件 能否揭开真相 寻找白色摩托车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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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是2020年9月17日的早晨6点钟 打到公安机关的 打来电话的女子说 他工作的金电出事了 我觉得感情非常重大 我活速带领民警赶往现场 出世的金店在当地小有名气 是许多人购买黄金饰品的首选 已经经营了近20年 我们发现金店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它的煤被撬鱼 窗户被破坏 金店内部也被散得非常凌乱 当时是老板还有老板的妹妹在现场 他们都显得非常着急 都差一点都扣了出来 店铺里面被盗贼洗劫过的营业区一片狼藉 市内现场是非常杂乱的 大量的黄金首饰 还有一些大件的银的器具都被掠夺一空 价格的标签散落了一地 店主的一个棕色皮包被丢在了地上 在南侧存放黄金首饰的多个玻璃柜台 无疑幸免均被撬开 在东侧柜台里的银碗银勺等近百件商品 也被偷走了 经过盘点 窃贼从金店里拿走的黄金饰品 多达二百多件 除此之外 金店还有其他损失 市内的收银台 收银台上里面的一些现金 都被犯罪仙人盗走了 所以我们出国判断犯罪仙人 他的犯罪活动是非常猖獗的 收银台里总共放有1600元现金 除了这些现金让人奇怪的是 就连大门旁边打扫卫生的塑料水桶也不见了 让店主稍感庆幸的是 店里的保险柜并没有被嫌疑人打开 保险柜也有被撬背的痕迹 但是没有撬开 据店主反映 保险柜那里也放有很多的金银手势 而且价值比较大 幸亏是犯罪仙人 没有打开这个保险柜 否则这个损失会更大 徐老板的妹妹 是早上接到看店的父亲徐老伯的电话后 匆忙赶到店铺的 我接到我父亲电话的时候 五雷轰顶那种感觉吧 到了现场然后就是傻眼了 金店位于谭城县阳极镇的商业街上 平时由徐老板的妹妹负责打理 整个店面被一面墙分成内外两间 外间是店铺 礼屋用来休息住宿 徐老板的父亲徐老伯 晚上会住在这里负责看店 但是老年人年纪比较大了 夜间没有听到这个 有人进入这个店铺的声音 早上起来之后 发现店铺被到电话通知的他女儿 来到金店的徐女士 顾不上查看店铺 就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之后又通知了自己的哥哥 金店的店主徐老板 然后感觉大脑就是碰一下 当时第一反应我感觉 我就是什么都没了 徐老板是谭城县本地人 年轻时开始学习金银首饰的打造技术 经过多年努力 慢慢把小生意发展成了这间 位于当地黄金地段的商铺 我是从零开始 因为我们毕竟是农村人出来了 家庭条件不是怎么富裕 就是我是真的就是拿着一把小锤 一点一点一点 就是经营出来了这些积蓄 眼看生意越做越好 一家人的生活也大为好转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事 就这样突然发生了 因为我哥吧 他从小就是腿落下残疾 别的重火都干不了 然后没想到这些 我就真的特别的难受 金电里安装了七台安防监控设备 五个在室内 室外还有两个 可是这些设备在气暗发生时 并没有发挥作用 这个金电的电表箱在店面的外面 但是案发当时 电路的这个总闸给拉下来了 所以当天晚上没有留下 任何的视频资料 由于缺少有效的影像视频 民警对嫌疑人的追踪 存在不小的困难 这时几枚不规则的血印 引起了罢民警的注意 经过对这个脚印进行提取 我发现这枚脚印 它的鞋码大约在43码左右 然后根据鞋底的画纹纹路 进行分析 这应该是一双运动鞋 据徐老板讲述 打理店铺的都是自家人 没有顾请其他的员工 而且每天晚上十点关门之后 一家人还会对营业区 进行清洁打扫 因而鞋印不可能是哪位顾客 或自家人留下的 我们也对它甲银的鞋印 进行了分析 开除了这个鞋印 是它甲银所留的 我们又基本上断定 这就是鞋印留下来的 从印记的大小和花纹来看 现场所有的鞋印 都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并且鞋底的花纹 是一种人字纹的重复纹路 纹路印记磨损不多 较为清晰 从鞋印的纹饰来看 这双运动鞋是难事的 那么此人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除此之外 罢民警还有另外一种研判 这时在一处玻璃柜台上 勘察人员又提取到了 一枚清晰的指纹 虽然从以往的案件信息中 没有找到嫌疑人 但是从窃贼的行为 和作案手法来看 此人并不像是一个新手 从现场情况来看 能够进出金殿的 只有一道大门 大门的两侧窗户 也分别安装了金属卷帘门 卷帘门已经被人撬开 露出了窗玻璃 还有这个玻璃 打了一个直径大约为一米的一个洞 所以我们突然犯的嫌疑人 应该是这个想撬门而入 但是没有达成 然后我才采取了这种破窗入射的这种手段 一米的直径 能通过的人很多 很难据此判断嫌疑人的体态 从这个窗户的破坏程度来看 我们分析 它是用减锐的锤子 或者其他减锐的东西 对玻璃进行了多次击打 才造出来了这样一个洞 当夜 徐老伯也照常在店里看守店铺 可窃贼破窗时 徐老伯并未察觉 我爸都七十多年龄都大了 可能老人家睡觉 就是有点沉迷吧 就是当时都没听到 民警认为 虽然在店铺里只找到一个人的足迹 但并不能排除店外 还有放风人员 或其他同伙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是两人以上的多人作案 侦查工作将更为复杂 成立状案组之后 我们分了视频检查组和县城邹房组 视频检查组就对 仙人的来往路线进行刻画 县城邹房组就是通过对周边的人 人群进行防卫 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关于仙人的线索 为了能找到更多关于嫌疑人的线索 以案发的金店为中心点 民警逐步向周围扩展侦查 终于在一家商铺的视频画面中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就是在凌晨几点当中 一名戴着帽子 骑着踏板摩托车的那次 到了这个金店 然后把摩托车放在金店对面的巷子里 这回就这样 这回就是那金店了 没有扯到呢 还停在那里 视频画面显示 一辆白色踏板摩托车 朝金店方向驶来 停下车后 骑踏板摩托车的人 步行向金店方向走去 因为当天晚上的光线条件并不好 所以我们看不清他手上 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只能隐隐约约看到 有那么一个人影 在这个金店的门口 拍回来许久 只见男子的手里 提着一件物品 先是从停放摩托车的巷子 走向了金店的位置 过了一会儿 又返回了停车的地方 咱分析啊 他应该是在 俏别过程中需要很多工具 来来回回到摩托车上 拿俏别工具 就这样 经过多次往返 可疑男子在去往金店的方向不见了 直到三点多钟 此人再次出现在了画面中 只见他提着一个水桶 走到马路对面 之后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作案时间大概前前后后 有一个小时左右 实力现场的时候 也是一个人 这样派出短日作案 虽然此人的影像并不清晰 但是民警仍然能看到 他戴着棒球帽 面部进行了遮挡 经过店家辨认 此人手里提的水桶 正是金店里丢失的那一只 警方推测 水桶里装的可能就是 金店失窃的物品 根据这条线索 民警继续摸牌 不久就再次看到了 可疑人员的影像 发现这名犯罪嫌疑人 戴了一顶帽子 面部有遮挡 穿了一个夹克 体态比较瘦 摩托车为一辆 这个踏板摩托车 虽然再次看到了 此人的身影 可接下来的视频侦查 却一无所获 可疑人员 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 既然失去了可疑人员 离开金店后的影像 负责视频侦查的人员 开始反向侦查 终于确认了嫌疑人 事先去往金店的路线 是从谭城县的洪花镇 到达硅昌乡 并在硅昌乡 停留了半个小时之后 才去往阳极镇金店方向的 那么 此人在硅昌乡的这段时间里 又发生了什么呢 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从硅昌乡发生的案件 进行调查 民警发现在2020年 9月17日的0点47分 一名神秘男子 向一家临街超市门口走来 先是向里面观望 然后走到窗户边 继续向里面观察 这名犯的嫌疑人是 头戴压舌帽 然后脸上围着一个面巾 身上穿的是运动服 脚上穿的是一双 黑色的运动鞋 然后我们根据监控视频推断 这个犯的嫌疑人的体型 是偏销瘦 他的身高大有在 1米75到1米80之间 画面中 男子似乎在 确认店内有没有人 一会儿却向超市旁马路走去 一边走 还一边回头观望 几秒钟之后 男子又折返回来 似乎想要徒手把门弄开 眼看无法实施 便起身向来时的方向走去 直到几分钟后 再次折回 这一次 他好像找到了作案的工具 就一直蹲在门口 时间到了0点52分23秒 似乎惊动了店内的人 于是男子快速离开的现场 在这儿 央机作案之前 它在轨上 一个超市也有作案 咱们通过这个 轨上这个检控是非常清晰的 它在作案的时候 被那个电流发现了 正当侦察人员调查男子行踪的时候 周边的红花镇 高峰头镇 归昌乡等地的公安派出所 又向专案组反映了多起商铺被盗案 案发之前的几个月 都是他们所辖区内的超市商店 一些香烟和放在收银台里面的现金被盗 综合研判 发现众多案件的嫌疑人 均是这名蒙面男子 而且作案时间都在商铺关门以后 人们熟睡的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 通过比对这些仙人的特征 发现这个仙人的年龄段 包括的沈腥 与我们锦店的仙人 有各路相似的地方 在2020年9月17日这天凌晨 男子先是从红花镇 进入了硅昌乡 之后在盗窃超市时 惊动了老板 随后又流窜到了阳极镇盗窃金店 综合多个案件的信息 扩大侦查范围 法案民警终于找到了踏板摩托车 去往落脚点的路线 民警发现嫌疑人每次作案后 都是去往了江苏省新仪式方向 我们确定这是现场之后 我们将工作重联 转移到了江苏省医 对江苏省医进行拍查 扩大范围进行锁索 从山东省临仪式谭城县 到江苏省新仪式 有将近22公里的路程 侦查员一路追踪 最终发现 嫌疑人驾驶的白色踏板摩托车 进入了新仪式的北沟镇 看的仙人也是非常狡猾的 他走他就是来和去的路线 走的都不是那种大道 他走的都不是那种监控比较多的 主要的交通赶道 他走的都是乡间的小路 在江苏省新仪式北沟镇 去往仲庄村的方向 嫌疑人的身影再次消失了 仲庄村与附近几个村庄 离得很近互相连通 因而民警一时不知道 嫌疑人具体去了哪里 嫌疑消失之后 我们就对他消失的这几个村庄 进行了全面的抹拍 将这几个村庄列为重点 将年龄在30到40岁时间 由犯罪牵客的男性青年 注意进行审查 案件侦破工作 必须分秒必争 时间越久 越是难以人赃并获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牌 侦察员在一户农家的视频画面中 终于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通过这门监控我们发现 在案发时间的凌晨4点多 然后有一名男子骑着一个 白色的摩托车停下来了 然后从白色的摩托车上 提下了一个东西 在视频里面看的是非常隐约的 但是能看到他有提东西的 这个动作 然后将这个东西转移到了 一辆白色的轿车的后备箱里面 然后驱车离开 民警分析 2020年9月17日凌晨3点多钟 嫌疑人作案后离开阳脊镇 到这里整整行驶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嫌疑人往家用轿车上转移的东西 极有可能就是盗窃的黄金手势 换车显然是为了掩盖盗窃行为 同时快速隐匿 调取此后的公共视频 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在上午9点钟 嫌疑人再次来到换车的地方 并将此前放到此处的摩托车开走了 以车找人 很快 报案民警便锁定了白色轿车的车主 此人姓何 是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 报案人员疑惑的是 骑踏板摩托车的人 明明是年纪较轻的男子 为何换车之后 查到的却是一名五十多岁的人呢 通过对这个车主的家庭成员进行分析 发现这个车主有一个儿子 叫何某 然后这个何某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然后我们后来又获取了这个何某的一些照片 我们发现何某的身材比较销瘦 并且他的身高在一米七八 与我们的之前推断 他的身高在一米七五到一米八零之间 是相吻合的 还有这个何某他有多次的这个盗窃前科 所以我们推断这个何某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 何某三十四岁午夜 研判已经掌握的所有信息 民警发现 在众多弃案现场 都曾出现过一个与何某极其相似的人 而且死人驾驶的同样是一辆 白色踏板摩托车 在民警看来 这绝不是巧合 为避免打草惊蛇 在何某经常活动的地点 民警展开了敦手 知道9月25日 中午的时候 我们发现何某驾驶这辆白色轿车又出现在信息程序内 我们立即阻止托车院对他的车进行守护 追踪何某的活动轨迹 敦手人员看到那辆白色轿车已经外出了 如果驾车的是何某本人 他会不会是去销赃了呢 一路追踪 民警发现白色轿车在新仪式城区绕了一圈之后 停在了一家饭店门前 民警随即跟了进去 犯的嫌人见到我们 他的第一反应是先愣了一下 然后他可能是本能的反应 想要离开桌子 想要逃跑 然后就被我们给控制住了 然后他说 我这样都能被你们抓到 我服了 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干了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 竟说出了这样的话 看来何某他自己也知道 法网难逃 我们讲何某抓之后 立即对他的车辆进行促插 在他车辆内 搜到一个黑色塑料店 装着一些白银制品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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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都是推上 对 来 放这里 都会放这里 犯的嫌疑人供述 他将欠来的黄金 在新一市的一家 回收黄金的一个礼品店 销赃了 供的赃款是17万元 然后在犯的嫌疑人家中 搜查出17万元的现金 在他家卧室中 我们还搜查到了 一些白银制品的保障袋 和未来集小会的吊牌 配有白银制品的证书 根据何某的供述 藏匿在音响中的17万元现金 正是他销赃所得 随后 巴安民警来到当地一家古玩店 这里是何某供述的销赃地点 根据警方查识的结果 最近的一年多来 何某在江苏东海 树阳 山东潭城等地 作案多达40余企 盗窃金饰品 490余克 银饰品3300余克 除此之外 还盗窃了一定数量的现金 香烟和高档名酒等物品 总价值近40万元 案件侦破后 警方将追回的金银首饰 和何某销赃所得的 17万元现金 归还给了受害人 就是我对我们人民警察 一种就是敬畏 一种感谢 从这里也给 大群众提两件 一个是确实要提高方法 加强一些方法的措施 同时对于公安议官的 一些执法行为 积极的配合 我们检视的理念是 无论打赶小岸 只有涉及到群众感染感力 群众满意的 我们就相逢是否去破的 给群众往最大限度的 往回随时 提高群众感染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